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国创版捷豹XEL新车售价月为28.88万到42.88万 男子花60万提亮奇瑞捷豹 车主说回家就把车尾的捷豹抠掉当奇瑞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宋先生成了全国首台捷豹XEL限量版车主 在此之前宋先生本来想打算买宝马武器 不过承受不起新款宝马武器的价格 老款车尽管优惠大 但宋先生自己瞧不上 后来朋友推荐了捷豹XEL 捷豹XEL外观上和上百万的豪车没有区别 但价格实惠 宋先生一眼就相中了 捷豹XEL的新车链式非常精致 类似格局错落有致 层次分泌 配色都十分符合现金消费者的审美 几乎和进口版的捷豹XE保持一致 出风皮镶嵌在中共台势中 方向盘是三幅十多功能的方向盘 十分符合大部分驾驶者的操作习惯 可随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都更好地提高了驾驶的舒适率 传统的旋钮是挡杆与路火捷豹一致 获温式版感觉非常有内涵 全液晶一表盘 科技感十足 捷豹XEL宽敞的后排空间 上乘座更舒适 动力方面 捷豹XEL与进口捷豹XE相比较 捷豹XEL在驾驶过程中 会更加的平稳温和 比较适合家用 宋先生提示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要去汽车美容店 去把师傅把车尾的奇瑞车标 装的捷豹 抠掉 以及左尾灯上方给L抠掉 此语确实让人不理解 这与之前的华盛宝把车主 是完全相反的 难道这就是传授中的另一种秀